这播中的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上,又上演了一场堪称经典的舞台剧《韩雪和看金字》,他俩也凭借着自己的实力,率先加入了导师战队。 他俩的禁忌确实实实至名归,到时投票环节,张子怡和吴秀波,他俩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韩雪,有趣的是,韩雪反选导师,张子怡的拉票方式却很特别,他脱口而出,五个字,吴秀波却遭众人狂对,谢那沈腾纷纷神武刀,别提有多欢乐了。 韩雪反选导师,两位导师就各出其招,为自己拉起了票来,谁都没想到,为了争取到韩雪,张子怡竟然一改常态,完起了套路来。 只听张子怡说道,韩雪,你可以不选我,但是,波叔真的不能考虑。 张子怡继续说道,你知道为什么吗?他已经叫波叔了,你要知道一点,叔和叔是同意,你要去他那里,后果很严重。 紧接着,张子怡脱口而出五个字,你不输谁输?张子怡的这五个字确实很犀利,吴秀波瞬间就像受到了万点暴击一般,直接趴在了桌子上。 更有趣的是,张子怡脱口而出五个字,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,吴秀波遭众人狂队,他甚至无力反击。 张伯丽花是调侃道,张子怡这句话太厉害了,吴秀波战队的这一波人都被输了,所以叫波叔,时针也狂队的,后面不会有人去波叔了,吴秀波的路彻底被堵死了。 沈腾沉不道道,吴秀波可能会成为这个节目,有史以来唯一的,无法收满学员的导师,或许有那些不在乎成绩的演员,会勉强选择波叔。 更有趣的是,吴秀波遭众人狂队之后,竟然无力反驳,他还主动认输道,我嘴呗,我说不过他。 吴秀最终也选择了张子怡,不过,吴秀的一番话,却展现了自己的高情商,吴秀波也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尴尬。 吴秀说道,我很喜欢演员这个职业,你只要有了信念感,充分,融入到角色之中,你怎么演都是对的。 我也很喜欢子怡姐的对名,她的队伍叫怎么都对,我也希望这四个字,能成为所有演员最终的信念感。 所以,我选择了张子怡,吴秀的一番话,也等于是说给吴秀波听的,选择张子怡仅仅是因为喜欢她的对名。 这样一来,吴秀波也不会感觉,倒有任何尴尬和失落感了。 不得不说,吴秀不但演技好,她还是一位高情商的知性大美女。 吴秀波也不会感觉,她还是一位高情商的知性大美女。